可是我要跟大家講 即便我是其他球隊 我也不會去抽這個負擔 因為我覺得我的壓力會很大 現在聊這個Lebron跟他兒子 這個這也蠻玩的喔 這個是直接NBA官方就跳出來 他是要保留就學的資格 然後同時參加選秀嘛 不管他啦 反正就是他想要參加選秀 然後大家都知道 其實我沒在關心大學的賽事 我根本就懶得理你 反正就打上來再講 可是昨天看到這個消息的時候 我稍微去逛了一下 Lebron跟他我覺得是這樣啦 就是說他的盾位是可以打NBA 這個是真的 Lebron跟他大概兩個月前他有講過 他的兒子如果現在加入NBA 一定是沒有問題的 他講的是實力 我要講的是他的盾位加入NBA沒有問題 他的防守加入NBA也沒有問題 可是進攻端你真的要加強 他目前給我的感覺就是有點像 太陽隊的Royce O'Neill 就是差不多3D吧 可是他目前3也沒有很準 大概2乘7 對吧 然後罰球6乘8 他唯一的優勢是他其實蠻垮的 就是他目前身體的盾位老實講是 足夠打NBA 因為他6乘4 他手1到3應該都不會有問題 就這樣而已 我不會覺得有太多其他 太讓我覺得很亮眼的地方 因為目前的NBA 後場會得分的球員非常多 對吧 所以如果我是其他球隊 我會花一個守輪去選他嗎 其實我覺得我不會 次輪老實講可以 大家如果有研究選秀的話 可以去看其他頻道 那我自己是沒有在研究 很多人講說今天是選秀的小年 那你就次輪籤或者是守輪的後面 伏袋抽看看 可是我要跟大家講 即便我是其他球隊 我也不會去抽這個伏袋 因為我覺得我的壓力會很大 第一個他是LeBron James的兒子 我隨便舉個例子 除非你特別對這名球員有興趣 或者是你真的想要留住他爸爸 對吧就是我希望你這個 來加入我們球隊 那LeBron James大概上個禮拜 或前幾天他接受媒體訪問他會講 他大概再打兩年吧 他不會再打 那為什麼我會特別記得兩年是什麼 因為他講完那個採訪之後 他應該是說最多兩年或三年 那個時候我就在抓 他身上的得分會多少 那我大概做到是四萬三 老實講四萬三就難破 所以那個時候我看到這個消息 我第一反應是在兩年差不多 然後你現在去思考一個問題 為什麼我會講說他壓力會很大 是因為他是LeBron James的兒子 然後就會出現一個狀況 全世界都在關注你 就像那個時候我們在綠三軍 TACO4一樣 他只要坐在場邊 然後球迷就開始 我們要TACO4 我們要TACO4 到時候少帥他每次比賽都被球迷這樣搞 他就覺得受不了 那不然你先去發展聯盟 好那你現在注意聽 如果我是活塞 我選Bronny進來 全隊最亮眼是他 那沒上比賽 球迷就在旁邊 我們要Bronny 我們要Bronny 你就瘋掉了 你就不用玩了 好再來 活塞選Bronny的意義是什麼 有特別的意義嗎 我講真的 除非你真的對這名球 你真的認為他可以 不然的話基本上 你選他我覺得沒有特別的意義 為什麼 因為Bronny會加入到活塞嗎 我不曉得 可是目前看起來最有機會的 應該還是留在虎人隊 除非他生來的最後一年 就是沒關係 我就是到處跑 我就是陪我兒子玩 這是OK的 可是目前看起來 他最有機會的還是留在虎人隊 所以你看 一樣的邏輯 他用在其他球隊身上 不管是火箭 活塞 灰熊 對吧 我選Bronny的進來的意義是什麼 我壓力非常大 我讓你有上場時間 你要知道目前的 各球隊基本上是不缺後衛的 每個都缺前場 對吧 那我必須要給你有足夠的上場時間 我會卡到我自己的球員 那第二個 你打得好就好 你打得不好我就被罵 你要知道 沾黑很多 沾米也很多 沾米會非常關心Bronny的狀況 所以他會去看他表現得怎麼樣 那這個時候就會出現兩個情況 他要上場時間如果不夠多 就開始罵 這首總教練在幹嘛 天下第一人的兒子 你不給他多上場時間喔 好啦再來 那如果他打不好 總教練要被罵 或者是人家又要取笑 哇你看到嗎 天下第一人的兒子也不過如此 所以站在其他球隊的立場 如果我真的跟LeBron James 沒有什麼特別的情感 或特別的淵源 我講真的 如果我是其他球隊的總統 我不會去躺這個魂水 因為你會發現 做什麼好像都不對 所以我乾脆避免這個問題 就像我剛剛講的 你讓他上場我現在也不對 你不讓他上場我現在也不對 因為你選他就是表示 你要讓他上場 而且你選他跟培養星球 是完全不一樣的概念 為什麼 因為他目前就是 高知名度的一個球員 全世界都在關注他 對不對 三分球有沒有進 場上有沒有失誤 highlight就出來 你放心啊 絕對是這樣 如果我是其他球隊的總統 我是不會去躺這個魂水 那除非就是像我剛剛講的 你真的對他真的有興趣 可是6尺4的身高 目前一場球4分 投籃命中率3x7 三分球命中率2x7 我想真的 他可以打MBA的優點 在於他的身材 他身材真的是足夠扛MBA 6尺4要壯壯的這樣 1到3後應該都可以 可是除此之道我覺得很難 所以我覺得 大概就是手輪的最後面跟次輪 好那問題來了 大概一個月前 一度傳出 因為胡人隊手輪圈在提伍隊手上 當然你可以演藝你給提伍 那我是覺得就是這樣 次輪就全看看 不然他就是下個賽季就是這樣 因為他自己也保留一個後路 我可以再回去讀書 那我要講的是 雖然說MBA是商業行為 可是我真的不覺得 其他球隊都會去躺這個魂水 如果你原本的職業生涯 跟LeBron James就沒有關係 你去躺這個魂水 我覺得意義不大 可是如果你今天是騎士 你是熱火 熱火應該也不會 我講真的 熱火自己人就一堆了 騎士可能就有可能 我覺得騎士是當初 選擇Bron James的地方 所以正在騎士的立場 我跟你有淵源 我當然希望你生涯的最後一年 再回到這支球隊 再來效力 然後我們在這邊結束 整個職業生涯 然後那個時間點 結束姿的Bron James 會不會還是在MBA打球 已經不重要了 因為我只是想看到 父子同台的那個畫面 對吧 那這個時候可能就要有可能 胡人可能就要有可能 那其他球隊 我是覺得 應該不會去躺這個魂水 因為我覺得壓力很大 然後你說抽福袋 我也不覺得這段抽福袋 為什麼 因為剛好講 語論壓力可能會佔多數的這個占比 所以這個輔帶 其實會給你的壓力會比較大 畢竟他是LeBron James的兒子 所以我自己還是會比較偏向 要嘛就胡人自己選掉 那胡人如果可以再次元選掉 他我覺得就OK 因為 真的胡人的立場 我要的是話題 實際上胡人 目前現在這種 讓Bronley在板凳上會怎麼樣嗎 也不會怎麼樣 字母哥的哥哥 或者弟弟都可以在公務隊 對不對 當這個保鏢 為什麼Bronley不能去那邊打個球 然後板凳上 讓這個LeBron James或全隊的氣氛更好 我相信如果Bronley加入到胡人隊 全隊的氣氛會更好 因為很少 或者是甚至沒有這樣說 父子同胎過 可是這應該只有專屬於胡人隊 就是因為他目前人是在胡人 那除非就是修賽季 好啊 那我LeBron James我要轉隊啊 你選我兒子我就去那邊 可是我覺得這種機會不高了 除非LeBron James 就是我下個賽季是最後一年 那我覺得這個機會才成立 大概是這樣 所以我自己是覺得胡人啊 胡人看看啊 但是你要首輪延到明年再給體股嘛 我是覺得也不用 就四輪在一起 那剛剛人講說 如果他不是LeBron James的兒子 他根本不會出現在選秀會上 或者是博恩選他 我不敢講 可是這名全員 就目前來看 你要培養他還需要很久的一段時間 可是胡人的立場想法就不一樣 我要的是話題 你就光想一個畫面 他就是久久上場一下 然後跟LeBron James LeBron James要傳個助攻 然後他灌籃 或者是他上籃 或者是他投外線 我跟你講那個影片傳出去 然後轉傳這樣子 胡人就夠了 他薪水還多少錢 首輪的最後面次輪的選秀 一年薪水還多少錢 對吧 可是我帶來的商業價值 就不只那些東西 所以我當然是覺得 站在胡人的立場是OK的 而且胡人又大聲是 騎士其實也OK 真的啦 我想真的 騎士如果是說 把他選進來 然後等LeBron James一年 到最後你 你回來在那邊打一年 我覺得也OK 可是其他球隊我就不贊成 你大家去想一個畫面 比方說我隨便舉例子 他真的被禍塞選走 然後LeBron James生涯 最後你跑去打火塞 我覺得這樣畫面 好像也蠻奇怪的 對吧 要嘛你就是回熱火 要嘛你就是回騎士 要嘛你就是 一樣留在胡人 就是大家跟你 原本有遠遠的球隊 這樣就畫面比較美 不然就變成是 為了同台而同台 我覺得那個效果也會打折 大概是這樣 欸我很少去看大學的比賽 好不好 或者是一些highlights 特別為了他去看一下 看一看我覺得 嗯... 讓我想到Royce O'Neill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第一個反應就是 這不是Royce O'Neill嗎 哈哈哈哈 因為他的盾位是OK的 目前他的盾位 我自己在抓 一到三位 只要認真學防守 OK的 他的盾位是有的 可是就是只有盾位而已 這就麻煩了 其他的能力就是一般般 其他的能力就是一般般 他是不是有那個心臟的問題 當然說這個 我稍微逛了一下 是可以自咬 而且他好像也好 可是 正在一般職業球隊的立場 如果你的表現沒有特別的出色 你的數據沒有特別的亮眼 然後我又知道 你之前有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其實我不會把手輪壓在你身上 老實講 比較冒險欸 不是做完全不行 比較冒險 因為他後來也是好 那這個部分就要看中外的想法 好 好